你如果往经济的角度来讲 薄熙来下台是可能重庆困难的开始 有几个关键的地方 比方说薄熙来在位的时候 他利用八大融资平台 包括重庆水务控股公司 重庆城市建设公司 重庆高速公路发展公司 重庆市地产集团 就是他的地方融资平台 现在这个负债是规模是大的 你把那个重庆市现在长期的贷款 余额八大融资平台 超过一兆人民币 现在如果按照欧债的危机来讲 现在重庆市的财政资质占 它的GDP是10.5% 10.5%比那个欧洲五国也没有差很多 所以这个就他一下来之后 现在大家开始紧张 因为他在政治力量很大的时候 大家借钱都不怕 现在薄熙来下来之后 如果银行跳出来到还钱的时候 那会挂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重庆会有什么问题 是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他现在那个 你刚刚讲的那个融资平台 那个债务压力很大 但是会不会 我就想到一句话 这个再多不愁嘛 所以未来会不会 因为现在已经换领导班子了 那现在重庆还是一个 大西部的一个样板的地区 唯一的一个直辖市 会不会那个中共中央支持现在张德江 继续发展 发展得更快 我最近也去过重庆考察 我觉得重庆 那个房地产市场 还handle的还算 还算稳健 他现在的房价只有1万 我两年去去看 因为他大概一平米6千 现在最贵的到2万2千左右 那这个就是说 他相对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有一股上来的压力 但是你看他去年的GDP 16.5 看起来是 那个融资平台用力很猛 是 所以我觉得说 将来可能 中共中央会支持新的领导班子 继续追求发展 可能 我在想也许 大陆全整个大陆的 那个GDP增长力下来了 重庆特别例外 让他可以再继续高速增长 让他赶快创造财源 这是我的感想 我想孟周讲了这个 一个他到底往左转 还往右转 这个是一个未来的定位的问题 那等一下马老师 我是觉得说 我们回来看看 你这两年去 你都很精准的 看出中国大陆 作为世界工厂 在工资不断上涨之后 他慢慢呈现了颓势 这个颓势 我们到底从中国的调整 看未来台湾 到底应该怎么样的转向 这个我们有很多的面向 可以讨论 等一下回来 我们第二个单元 来就教这个马教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刚刚我们听完李社长 他对中国经济发展 到底往左还是往右走 那么他有一些余力 但是我们现在回来看看 在很多数字现在看起来 整个中国在过去发展 快速3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 现在是真正走到瓶颈的 第一个 先给各位看看 这个整个股票市场的指标 那么大陆的附深300 今年大概是上涨4.17% 深圳的A股涨了3.2% 上海股市上涨2.3% 那如果你看到全世界 今年表现最差的国家 叫做希腊 希腊的股市今年上涨7.98% 换句话说 全中国的股市 连希腊都不如 这个代表股票市场 一尊华力 其实它已经告诉大家 它的经济成长非常亮丽 但是它的结构上 是有非常大的引流 这是大家要非常高度关注的地方 另外一个大概我最近也看到 除了薄熙来事件之外 最近奈昌星又跑出来了 这个奈昌星关进去之后 从来没有亮相过 如果在18大之前 他又招供出什么 惊人的这个 我看这是会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矛盾跟冲突 另外一个大概 在最近的报纸当中 有一个是 中国500大企业 它的房地产的存货 库存盖好没有卖掉了 超过5兆人民币 这个5兆人民币 它也有暗示 它说大陆的银行的坏账地垒 三年后引爆 所以这个大概都是 现阶段 比较麻烦的 另外一个刚刚刚孟州在讲 看向左转向右转 这个现在连喝酒 现在茅台 这个公务机关不能喝茅台 所以造成贵州茅台股价 最近大跌 这个就是 它在整个中国在追求 社会和平 这个要社会和谐过程当中 有一些调整 这个调整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在最近这个调整里面 整个大陆的经济 快速发展30年之后 我们马总统最近 看到这个话 我就吓一大跳 他说 我们鸡蛋没有放在一个篮子里 其实台湾的经济在过去 大概我们对外投资 有8成到9成 我们篮子都放在大陆 所以说一个篮子里 其实都放在这里 但是现在已经告诉大家 一个很严重的警讯是 我们对中国的贸易的出口 我们最高比例 在2008年的时候 占了44.6% 到今年前两个月 它已经剩下37.8% 所以那个比重 开始快速在滑落 但是同一个时间 我们对东协市场的出口 比重从11.6% 现在快速上升到19.2% 但是我们官员 对这样的一个变化 大家浑然不知 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型 我想马教授其实在过去 很长时间都提到 大陆在工资不断的高涨之后 现在它慢慢的 逐渐的上市优势 而在廉价工资的国家 现在东协市场 一个一个快速的崛起 那这样的一个新变化 台湾的政策 我们怎么解读目前这些现象 其实您刚刚提到 我在过去两年 一直在强调 大陆经济可能会 发生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 我大概已经讲了四年了 讲了四年 而我讲四年 其实讲太慢了 对 因为中国大陆在2007年的时候 它已经把这个政策定出来了 是 它从2008年开始呢 劳动合同法 企业合同所的 劳动 劳动合同法 合同法 跟企业所得罪 对 这两个法呢 2008年1月都开始实施了 换句话说是 中国大陆 他早就跟全世界宣布了 他要把他的世界工厂关掉 只是呢 我们的这个政府呢 尽管我已经在 马总统第一任当选的时候 我就开始警告 尽管已经喊了四年了 我们政府到今天为止 我们也听过任何一个官员 包括马总统在那里 讲过世界工厂要关门了 对 所以台湾在这方面的 完全不知不觉 对 是台湾最大的危险 是 可是在同一个时间 你看到东西的各国呢 快速 他们都在积极要抢这个世界工厂 对 所以他们就捧着钱 跑到这个 这个广东沿海 去抢大陆的台商 他们就开始趁这个机会呢 大肆地去发展 它本身的加工出口业 所以这四年里面呢 东西已经 近非昔比 是 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加工出口规模 已经快速在扩张 所以台湾的厂商 他自己就把他的这个产品 就向东西移动 对 可是呢 尽管台湾厂商 已经这样移动了好几年 我们政府 仍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 所以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呢 当然在 在中国没有宣布 要关闭世界工厂的时候 你说把八成九成的投资放在那边 那是正确的 对 因为那是唯一的世界工厂 对 但今天这个世界工厂要关门了 现在世界工厂要跑到东西 你还跑进去 你还继续这样做 又犯了极大的错误 对 好 我想现在这里面有一个 比较大的状况就是说 当中国在世界工厂的角色 往下滑落的时候 现在我看来 这其实跟美国的战略 有点密切关系 我最近注意到 日元突然之间 在两个月贬值一成以上 这在过去很难想象到的事 第二个在东协国家当中 你看到 这个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 这个泰国 他们股价都是大涨 然后现在第二轮大概缅甸 是很漫长的 因为东南亚这个国家太分歧了 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领导中心 同时东南亚的条件 到现在还远远不能跟中国相比 对 第三个就是东南亚到目前为止 它的很多的做法都不是最有效率的 最后一个就是东南亚即使把它们全加在一起 它的人口的总数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但只到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世界工厂要搬到这个东南亚去 可能真正成熟 起码是五年以后的事情 台湾现在碰到问题就是 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 唯一的动力是对世界工厂的出仓 对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数字都看到很清楚 现在如果世界工厂关掉 我认为大概今年到今年年底之前 就关的差不多了 那就表示我们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 甚至唯一动力在这边被斩断 台湾就没有力量成长 而这样的没有力量成长的情况 要等到东西的世界工厂慢慢建立 可能五年以后的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度过这五年 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 而且已经不是隐忧了 是已经在面前的问题 你看到我们的出口的数字 从去年开始 出口成长率不断的下滑 到今年前两个月 出口已经转为负成长 资本设备的进口 八个月前已经是负成长 这种事情都不是什么领先指标 这都是落后指标了 都已经发生了 可是我们政府到目前为止 他说什么事情 他说台湾经济情况很好 上个月已经到谷底了 以后一记比一记好 我们听到全部都是这种安抚人心 粉饰太平的事情 已经迫在眉睫的一个大危机 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嘴巴里面敢讲一个字 这样的政府他除了坏事还能做什么事情 现在很多人在批评 比方说你讲到这个 像那个美牛的进口 我们说我们心甘情愿 其实马总统就要告诉人家说 这个美牛都是 这个日本跟南韩都抵挡不了美国那么大的压力 那我们就讲说基于自由贸易的原则 美国牛肉我们会开放不可 我们抵挡不住 是抵挡不住 那我们进口之后 我们一定严格要求商品标示 然后国人既安全 可吃可不吃 这样讲不是很好吗 这样讲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南韩吃美国的毒牛肉 对 他换来什么东西呢 他换来FTA 我们换什么东西 我们连踢法都不知道有没有 你现在讲到这个 我还气不来 你先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看一个 我们现在 我刚才讲 我们对东协的 那个 整个出口比重 从11.6 快速拉升到19.2 那对中国刚才44.6 下降到37.8 这当中有一个 我们政府官员不断在凸显Ecofar 带给台湾多大的好处 但是现在问题是 Ecofar把台湾绑死在台湾 但是呢 你就 出不了外面 所以 你因为Ecofar 你输进跟 跟其他东协国家 签FTA 所以我们常讲 一中各表 我说 一中各表只能在台湾表 其他前世人都不能表 这个关键 九二共识就是这个 你说一中各表 你可以表 一中各表 你只有在台湾表而已 其他跨出台湾一步 是不能表的 所以这个 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 表不表不重要 对 重要就是 因为有Ecofar 所以中国现在 不能不再继续阻拦 我们跟别的国家签FTA 所以这是台湾 近20年来最好的机会 所以台湾应该是 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赶快去跟我们的 重要的贸易对手 也订阅 把活动 我们下班